这些新闻新带人看到呢 为了增加高雄左营连池潭儿童公园的设施丰富性 高雄市观光局打造了南台湾最长30公尺的溜索设施 这一起用就吸引了小朋友争相排队来游玩 观光局长周灵问指出 连池潭是高雄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 期盼可以透过这儿童公园的新设施 串联周边的观光资源 3 2 1 倒数身中市府观光局长左南区地方明代 共同拉下红彩带 受到小朋友欢迎的连池潭儿童公园 新增加的游乐设施正式对外亮相 这时候小朋友早已迫不及待 等着试试看这项溜索邮剧 小朋友双手紧握顺着溜索的坡度往下滑 恰恰好的速度让陪同家长都来得及帮忙拍下照片 就连参加剪彩的市议员李亚芬也同心未敏 跳下来尝试一番 连池潭是高雄著名的观光景点 周边拥有丰富的观光资源 市府选在这里打造南台湾最长的溜索设施 期待透过共同市儿童公园的建制 吸引更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里游玩 连池潭我们都知道是高雄市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那我们特别在共同市的公园旁边结合了原本的一些多元的游乐设施来特别设置了一个南台湾最长的30米溜索 然后透过互相的加乘打造一个快乐的溜索乐园 这个滑手所以我之后会常来这边啦 其实蛮好玩的真的 长达30公尺的溜索滑起来的速度感让小朋友玩得超开心 观光局未来也将持续建制更多的游气设施 吸引不同的年龄层打造更加完善的共同市游气公园